现在是下午期间 如果您人在外头的话 肯定感受很明显 天气非常的热 我们来看到今天高温 大概三十二到三十六度 各地区都很热之外 局部地区温度还会再更热 气象署持续的发布了高温资讯 来看到包含台南屏东 亮起了橙色灯号 代表连续三十六度高温 至于双北地区高雄和台东 也会达到三十六度 那么在体感温度方面 台北地区达到了四十三度 感受上很热 各地区来说也都有三十八到三十九 至于紫外线方面 通通达到过量等级 所以就要提醒您了 今天要适时补充水分 而且要擦防晒以免晒伤 未来一周来说天气都非常的热 大概三十二到三十五度 局部地区还会再更高温之外 要提醒您了 在没有下雨的时候 感受上就会更加的闷热一些 紧接着来看到降雨方面 今天在白天各地多雨道晴 不过中午过后 包含在华东地区以及东北部 各地的山区都有一些雷震雨发生 甚至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而未来一周 礼拜一礼拜二 因为低压逐渐的靠近 我们看到在午后 各地有雷雨之外 东北部地区也会不定时的 有一些零星雨势 礼拜三到礼拜六 则是环境上吹西南风 最终南部地区不定时的都会有雨 各地同样返范 有雷震雨发生的几率 紧接着看到山山台风的最新动态了 虽然说对于台湾是没有影响的 不过我们看到它持续的在往日本移动 预估周二到周四 就会影响到日本 而且在它抵达之前 也就是可能在周二 会达到最强的时刻 不过登陆之后 礼拜三礼拜四 因为碰到地形 所以它强度就会慢慢的减弱 要提醒您在这几天 要到日本旅游的观众朋友们 要适时的注意天气资讯 最后来提醒您 今天主要就是在午后西部 山区各地都会有大雨发生 紧接着就是没有下雨的时候 气温比较闷热一些 而在未来一周 雷雨都会持续的影响着我们 外出是最好带伞 以上是这一节的气象资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